我们学艺经的第一个 就是不要用一种学问的心态去看它 就是我们要从里面能够找到改变我们自己的方法 你找到改变你自己的方法 我们内在的力量才可以被提升出来 这样也才能说我们真正读懂一本书 第二个就是你要放下你的原来的那个我值 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地方了不起 什么地方比别人厉害 那个东西要放下来 放下来以后 这个新的东西才能够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去改变你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环境 所以那个太清高的人其实不会真的懂艺经 太清高的人就是永远要找那个最单纯 最纯粹的那种环境待的 最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斗争 人跟人之间 如果你要在那个环境 其实没有 你没有办法真的读懂艺经 还需要一点复杂的环境 第四个就是说你要学不挂 不挂为了让艺经里面的东西 跟我们现实世界的东西能够找到一个互相对应的 那这样你读艺经才不会那么枯燥 它不会好像是死板板的文字 它有现实的人事实地物可以跟它呼应 这样你读艺经就会读起来比较有趣 就不会那么枯燥 那简单的我们复习一下这四个 再往下就是 就是我已经进入三十几岁的这个阶段 再怎么赖读艺经 那我大概是在三十六岁 也就是我二十七岁开始工作 那工作了大概八年 那我三十六岁我去念研究所 那这一次我当然不是去念土木的研究所 我去念就是哲学研究所 那因为有一个老师他觉得就是说 好像我固然好像自己在读书 但是他建议我说 我应该去受一个正规的哲学学院式的这种训练 他觉得去受那个训练之后再来自己读书 他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呢我就工作就停下来 就是花两年时间到这个嘉义 嘉义有一个南华大学 这个是佛光山办的大学 那因为我是前几届的学生 那非常感恩就是佛光山对前几届的学生 是学费全勉 学费全勉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很感恩这个佛光山 因为他也 因为我是在从台北去 每个礼拜都要去 他这个也给我一个比较大的诱因 否则我会说又要学费 然后又是市立大学 然后又有很多学费 然后我每个礼拜来回来南北奔波 就会动力就会不足 但是他就是给我一个动力去学这个 那这个部分我倒不想这个讲太多 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机缘 说我把工作停下来 然后去就专心到学校去念个研究所 可能这个对大家比较困难 所以我这个就简单讲结论就好了 我的结论就是说 这个 我在哲学研究所念的是西方哲学 但是意境又是最标准的东方哲学的代表 这个时候我花这两三年的时间 其实让我在东方的思想跟西方的思想之间 有一个融合的过程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用的语言和概念都是西方的 我如果用传统的概念 我讲话你们听不懂 很多概念都是西方的概念 所以我需要真的需要去理解这个西方的东西 它的思想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这个对帮助我重新表达意境的内容 用一个连西方人也听得懂的方法 用我们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 重新把意境做一个新的表达 这个我在学校学这几年的哲学课 以及尤其是把力气放在西方哲学上 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 但这个因为跟大家可能 你比较没有办法重复我这个经验 所以我这个就点到为止 我就讲到这里就好 那再往下 再往下一个阶段 就是人生从35岁迈向40岁的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很重要 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的书 对你影响很大的书 你都应该在你人生35岁到40岁这个阶段 再重新拿回来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你读书 你有不同的智慧 你在人生的很自然 35到40岁 你就会 内在就会有你的生命的智慧 这样的地方会发展出来 这个事情要怎么描述 这个事情我是这样描述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他的内在的宗教性 他会在35岁的时候自然打开 在35岁 比如说你二十几岁 我跟你讲 跟你讲宗教的事情 你可能就是信者信 不信者不信 就是你没有办法真的去体会到那个事情 可是你过了35岁到40岁这个阶段 你那个接受性是自然打开的 宗教这个事情的接受性是自然打开的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需要去信仰一个宗教 无论是信仰佛教 信仰道教 或者是信仰一贯道 或者是信仰基督教 天主教等等 我指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宗教 也不是说真的去亲近一个上师 我指的不是这个 我指的是你在这一段期间之内 你对生命会发出 会发出什么呢 会发出比较严肃的问题 而且比较深远的问题 这个是你在年轻的时候 不会问自己的问题 而你在35岁以后 你会问自己比较严肃的事情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人到35岁到40岁 这段阶段是什么阶段你知道 是我们平均年龄的一半 就是我们人生平均年龄的一半 所以你很自然的会想到什么呢 想到我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我人生到底找到意义没有 我为什么 我这辈子到底为什么而活 这种问题是只有你在这个时候才会问的 你不会在十七八岁 二十几岁问自己说 哎呀 老师请问我们人生这样子来这么一招 请问问的是什么 不会 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问这个问题 当你开始认真地问自己 我们就人生短短 而且我已经走了一半了 我到底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 我这辈子到底要去哪里 我这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这人生结束的时候 我会不会感到遗憾 这个问题是在这个时候你会问 很自然你会问 而且很自然你想要知道答案在哪里 这个我称为 你会对自己问很严肃 而且很深远的问题 这个叫做你的宗教性自然打开 因为这些问题是科学 是知识 没有办法回答你的 是学校的老师没有办法回答你的 你可能只能透过宗教 或者接近宗教的东西 来回答你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就称他说 这叫宗教性 而不是某一个特别的宗教 因为你可能说 你要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也会去接触佛教 你可能也会去读一下圣经 你可能也会去看一贯道的东西 你可能会各方面都去接触 但各方面都去接触都很好 但它的合在一起就是 你的人生的宗教性在这个时候打开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 我如果去念书那个事情不讲 这当作我们的第五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要等待 等待你的人生进入到宗教性打开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个时候你再读《易经》 它就会又有一个自然的力量出来帮助你 你在35岁之后读《易经》 读了以后你会看到自己内在的力量 你35岁以前读《易经》 你这个宗教性还没打开 其实你就是调整自己 改变自己 你不知道你那个内在力量怎么出来 可是你要内在力量出来 就是要等到35岁 你这个宗教性打开以后 它才会出现 它才会出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宗教性它面对的问题是 我们一辈子的问题 而不是我今年是做什么计划 我现在这个工作好不好 不是 它面对的不是这个问题 它面对是我整个一生 我这辈子要怎么过 我才不会遗憾 我这辈子要怎么过 我才觉得有价值 我这辈子要怎么过 我才觉得当我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 我不会惶恐 我会感到平安 会觉得我很满意 我这一生很好 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问题的提出 是你这个时候 你会认真的提出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动力 我们去学艺经 这个会是 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自己到这个阶段 我的宗教性打开以后 我读艺经 我发现艺经 我读起来都不一样 读艺经内容我都不一样 那你说怎么跟不一样 那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艺经里面有一卦 就是我刚才讲的 第23卦 叫做拨卦 我们现在没有黑板 有黑板白板 我就画给大家看 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了 这个六窑 每一卦有六窑 这个拨卦的六窑怎么安排呢 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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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五窑全是阴窑 全是中间断掉的 只有第六窑是个阳窑 这个叫拨卦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发展 由下往上 已经由下往上发展 就像植物生长一样 由下往上 阴窑就是没有 失去 本来有的东西 现在没有了 所以它断掉 刚开始你失去 失去什么 我们最容易失去的是财物 做个投资失败了 买个房子赔钱 交不出来 断头 等等 财务 第一 通常财务失去 有一些财务上的损失 第二个呢 工作 工作 公司倒了 工作不保 再少一个工作 没有本来 没有原来那个公司 没有原来那个工作好 待遇也没有原来那个工作高 所以工作不保 第三 你的社会地位 就开始动摇了 因为你没有好工作 那个名片出来 头衔 从前 副总经理 现在 头衔就是专员 就是 社会地位不一样了 别人好像 你开始感受到人情冷暖 好像 你一不当副总以后 别人跟你讲话 没那么尊敬 什么场合也不会等你到 大家才正式开始 大家就先开始 你到不到没有关系 就是 我有一个老师 当那个 部长 当然是 就是 副部长 不是部长 当了某一个副部长以后 他就说 后来下来 不当副部长 我们就问他 当部长跟不当副部长 有什么 你有不同的体会 他说有 很大不同的体会 当副部长的时候 任何他参与的 任何的场合 人家都会等他到 到以后才正式开始 然后到了 正式开始以后 还会特别介绍 某某某 在场 当他不是部长的时候 任何场合 只要他一点点吃到 别人都先开始 然后他自己 偷偷地从后面溜进去 这就 在人的心情上 就差很多 这个第三要 你的地位 或者说你的 别人重视你的程度 其实不一样 这个你就 其实这也是 很大的失落感 这是很大的失落感 这是第三要 第四要 就是你身边 重要的朋友 乃至于重要的亲人 比如说 你这个收入不好 然后 你这个 你的伴 你的伴侣 就觉得 哎呀 过去好好的 你怎么现在 把自己生活 搞成这个样子 你这样让 我们这家庭很困扰 还有小孩要养 这怎么办 弄到后来 跟你离婚 这个就是你人生 这个第四要 全部都失去 连你的最亲密的人 都要离你而去 这是第四要 非常悲惨 第五要 第五要 就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 身体也不健康了 年纪大了 这里有毛病 那里有没有 就是觉得好像 有一种风中残足的感觉 你说 连身体健康都失去 人生第五要 都失去 好 那你说 这不就是一个 很悲惨的一个挂吗 人生一直失去 一直失去 一直失去 什么都留不住 好 这个就是 这个挂的奥妙所在 它是一个修行挂 它是一个 我们宗教智慧 开启的一个挂 因为在宗教智慧 告诉我们 因为你身外之物太多了 你有好的工作 你有好的收入 你银行有好的存款 然后你有好的车子 你有好的房子 你每一年可以出国玩两次 在国内还可以再玩两次 哇 一切都如意 然后突然问你一个问题 说请问你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突然回答不出来 因为好像什么都很重要 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 好像旅游也很重要 我要不去旅游 就很不舒服 就是好像购物都有很重要 那个周年庆我要不参加 好像都觉得有什么失落感 当你人生拥有太多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道人生真正 什么东西对你真的是重要的 什么才是你人生真正的重心 要摆放的地方 你不知道 太复杂了 你反而不知道 拨挂就是 那我把它弄干净 把这个拿掉 把钱的事情拿掉 然后把你这个工作事情拿掉 把你的社会地位事情拿掉 把你的亲密关系拿掉 再把你的健康拿掉 好 这个时候你发觉 当你可失去的都失去了以后 你发觉内心里面 有一个不可失去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发觉 其实人的内心是 到最后才会看到 我们有一个 居然老天在我们心里 有放一个 我们不会失去的东西 如果你有看到那个东西 你的生命从头开始 如果你没看到那个东西 那你生命永远就在 这些身外之物当中打转吧 只有你看到那个 你生命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你发觉生命这些 身外之物失去没有关系 失去还可以再得到 工作失去没关系 我有耐心点 其实我还可以再 得到另外一个好的工作 但你如果没有那个 你看不到你生命内在 有一个最真实的东西 其实你可能失去了 你就丧志了 一个人就没有力量 就不见了 所以因为力量不见了 所以你就再也 哪怕你能力够 但你再也没有力气 再去找另外一个好工作 人家看你那个状态 也觉得不是一个 可以把事情做好的状态 它也对你没有 那么大的信任感 这个就是 这个拨挂到最后 是让我们看到 生命里面 有一个别人也拿不走的东西 有一个他一辈子会跟着你 而且你跟他 哪怕你这个健康都不在的时候 有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生命还是有意义的 有这个东西 你还觉得生命是有价值的 你是对得起自己 你这一生不会感到遗憾的 那个东西就是拨挂 最后要去体认的东西 那那个东西就是 我们必须打开我们的宗教心 我们才能够看到 你宗教心不打开 那个东西即使存在 你也看不到 即使存在你也看不到 这就是我讲说 这个人到了这个年纪 需要一点年纪 年纪不到 这个疫情还不能真懂 年纪到了 这个疫情还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真的懂 就是我讲 用这个宗教心这件事情来描述 但是我这样描述 还是有一点抽象 所以我就必须 那我自己经历过这个宗教心 经历过四十几岁之后 我到五十岁才正式出来讲疫经 那我这十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十年其实我就是在体会这个事情 到底就是我们生命到底 为什么而活 我们生命到底为什么而活 他其实认真讲 他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但是我就是这十年 就是在体会这件事情 那我对这个事情 稍微有一点理解 我才敢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可以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分享之后 我讲的内容才不会是 这个 才不会只是在跟大家 讲知识 讲疫经的知识 而我可以跟大家 我可以把那个 我比较敢把这个 讲课的内容取名叫做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内在生命的力量 因为你看那个就是你生命的力量 剥挂最上面第六摇就是你生命的力量 但我们读一经到最后是要看到剥挂的那一个 最上面这一摇 你如果有看到剥挂最上面这一摇 以后呢 剥挂的下一摇叫副挂 一元副许万象更新的副 副的六摇结构是什么 第一摇是阳摇 之后阴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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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剥挂是颠倒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剥挂就是做任何事情的基础 做任何事情的起点 它有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个起点从哪里来 就从剥挂的第六摇来 剥挂的第六摇就是剥挂的第一摇 因为它是它的下一摇 这我们你有听滋滋你就知道 任何一摇怎么来的 是从前一摇的第六摇来的 所以剥挂 剥挂就是从剥挂的最后一摇 因为它看到生命 原来生命最真实的东西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重新做人了 你生命可以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生命 第一个生命就是你年轻 忠孝性还没打开的时候生命 第二个就是忠孝性打开以后 你看到你生命里面最可贵的东西 最真实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认取了它以后 你对生命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时候你生命真的是从头开始 一元复始 就进入到那个副挂 副挂以后的生活 这个是清清楚楚 记住一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一个生活 不像过去就是你会在意 哎呀薪水高一点薪水低一点 这个人际关系好一点 人际关系不好一点 到这个阶段你不会在意 薪水高你也很高兴 薪水稍微低一点 能生活生活能够得到快乐 得到启发得到成长 哎你也不会有太大的烦恼 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人认识到那个真实的自己的 那一摇以后 这个外面的波动变化 就对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不会让给你那么大的烦恼 这种人生在这里 可以有第二个生命重新开始 这就是我讲这个 我们宗教性开启以后 对我们非常重要 那我最后就是最后要讲的就是 那我要把我这十年当中 我的小小的心得 跟大家做分享 我的分享我分做三点 就是当你开启宗教性之后 也许你现在还开启了 你的宗教性开启了 可是你还没有这个类似的体会 但是未来没关系 未来还有 你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可以像我都是花了十年 乃至于二三年 我才稍微体会到这个事情 什么事呢 我把它分成三点 第一个东西啊 你必须 第一个东西你会开始感受到 就是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在你内心里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这件事情是你第一个要体会到的事情 好 那你说这个老师 这有点抽象 就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好 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来描述 就是呢 你们都有吃零食的这种经验 比如说你 有一些什么 我不要讲名字 不然人家会告我 就是有一些 比如说脆脆的那种洋芋片 然后这种 它这种东西好不好吃 很好吃 为什么 因为它添加了很多香料 色素 让你看起来很好看 然后香料 还有各式各样的化学的这种调味品 那个东西会刺激你的食欲 会让你吃了还想吃 吃了还想吃 它是刺激型的 会刺激 可是今天一个料理的很好的 这个 比如说一个红烧肉 或者一个牛排 你吃了以后 你也觉得很好吃 好 这两种好吃 有什么不一样 有 它有很大的不一样 为什么呢 一个是真实的食物 一个不是真实的食物 它没有真实跟虚假的差别 真实的食物呢 你吃了以后 它料理得很好 你吃了不但好吃 它里面会有一个化学反应 会告诉你的头脑 哎呀 这个东西很好吃 然后你的头脑会分泌出一些物质 就是说 我很满足 我很满足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吃一块就很满足了 你如果再给我第二课 哎呦 就 它的编辑效益会递减 你就会自己克制 说其实我这样已经是最满足的状态 我再吃第二课 其实不会比第一课更满足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这个欲望是可以满足的 好 我跟你讲 你吃洋鱼片的时候 你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 你吃洋鱼片 不会吃到说 我现在这个感觉最好 我再多吃三五块 就可能这个感觉往下掉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真的食物 你吃它这个食物 它没有那个真的食物的那个讯息 告诉你的脑子 然后你脑子分泌出一种荷尔蒙 告诉你说 我很满足 没有 但是它只刺激你的食欲 它的那些化学东西是刺激你的食欲 所以你有食欲 但是脑子永远不满足 结果是什么 你停不下来 你就看电视台一直吃一直吃 我怎么吃掉 怎么吃掉一整包 然后再去拆一包 然后看了不知不觉 一直吃一直吃 吃到胃痛你才知道停下来 吃到胃不舒服 吃到想要恶心 你才知道停下来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满足的最高点 它永远不满足 那种永远不满足的东西 其实是假的东西 是假的东西 我就说我们人生 进入到宗教性这个地步的时候 第一个 你要能够分辨自己内心 能够问自己什么东西是 对你来说是真的 对你来说是假的 这个分辨力 你会在有宗教性之后 你会自然打开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一辈子 这个事情是打不开的 比如说 我随便举例子 比如说现在这种 现在又要大选 这政治议题 纷纷乱乱 你每天都可以 收到各种懒人包 收到各种 不晓得是基于什么立场 东说西说 各式各样的这种说法 各式各样的说法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的 你的生命的宗教性 是已经打开了 你已经看到你生命 什么东西对你是最重要的 这些东西它对你的影响 就像洋鱼片对你的影响一样 你吃一片两片可以 但叫你多吃 你其实就不会多吃了 因为那是假的东西 那是假食物 假讯息 我们现在常常说是假新闻 我跟你讲 你每天接触的这些 从网路上接触来 无论从任何地方接触来 99%都是假新闻 带有观点 带有他个人 刻意想要刺激你的情绪 想要加油添触 让你产生一种 愤怒的反应 情绪的反应 都是假新闻 这都是假 你要能够像分辨 一克牛排 跟那种 跟那种休闲食品 你要像那样子分辨出来 这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 人生到这个时候 你有这个分辨力 很重要 还有这种分辨力 还可以扩张成什么样子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个同学问我 说老师 我很想买一个 买一个名牌包 因为他发觉 有带名牌包 没带名牌包 出去做业务 有差别 人家看你有差别 但是他想买TED 我们不能特别 他想买这种名牌包 也想买那种名牌包 但是他的钱只能够买一个名牌包 他问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用补挂的方法 决定我应该买哪一个包包 我就说可以 但是你要不要在补挂之前 先补另外一个挂 就是我需不需要一个包包 一个名牌包包 你也许应该可以先补这个挂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 问题的根源就是说 的确我们必须承认说 出去 就是说他的工作跟业务有关的话 他出去带个名牌包 也许会对他的身份地位 对别人对他的看法 会有一点 有一点改变 可是那个是绝对性的改变吗 那不是绝对性的改变 只是可能是有一种加分 或是可能成为一个话题 但是你的真实的本事 不是在于你有个名牌包 就显现出你真实的本事 所以你应该分辨得出来 什么是绝 什么是从 绝还是你这个人 还是你这个人的谈吐 还是你这个人的服务精神 还是你这个人对事情 说明的能力 这个才是绝 那你有绝以后 你才说再来加个分 那也许会更好 你连组都没有 只靠这个加分 恐怕对你也没有帮助 这个事情你可以直接不说 我需不需要一个名牌包 可以从挂箱里看得出来 当你知道这个问题 是这样子 有它的前后的次序感 什么东西才是真实的问题 什么东西问题 那只是加分 我不敢说它是虚假的问题 但是它是 也许是次要的 也许是次要的问题 你能够分清楚 这个主从关系 重要的跟次要关系 这个也是我讲了说 你这个能不能够 内在能不能感受到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不是真实 这也属于这种能力 也属于这个能力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姐姐 我大姐很怕黑 小时候跟她 我最讨厌跟她一起 看那个恐怖片 因为她叫声特别大声 稍微一点惊吓 就叫得 我没有被那个吓到 我被她的叫声吓到 但是很害怕看恐怖片 然后怕黑 晚上睡觉 一定要开盏灯 但像我就不太喜欢开盏灯 她就一定要开盏灯 所以有时候 就是要等 她睡早以后 才把那个灯关掉 因为小时候家里比较 大概就几个小孩子 都睡在一个房间 那这个 她结婚以后 结婚以后 这个下班以后 如果我姐夫还没回家 她不敢一个人先回家 一个人在家 她就会害怕 她就是胆子小 后来这个情况改变了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 180度改变 怎么改变 生小孩了 生小孩以后就改变了 生小孩以后 下班以后第一件事情 冲冲忙忙 赶紧到保姆家 把小孩子带回来 带回来 不管家里有人没人 直接冲回家 然后还是赶快准备晚餐 为什么东西造成 她这个巨大的改变 因为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她内心里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那真实的东西是什么 要照顾好小孩子 就那个母性 保护的那个本能就出来 这个就成为她生命 在这几年当中最真实的东西了 那你有经历这个真实的东西 原来那个假的东西 就自然就不见了 那它明明就是假的 本来就是假的 你假的东西不见以后 就是很自然的消失 如果你内在没有真实的东西 你就会像我姐那样怕黑 什么都怕 什么都对你产生很大的刺激 什么都会产生情绪很大的波动 因为你内心里没有真实的东西 如果内心有一个真实的东西以后 外在那些情况是什么样子 她就自己打出原形 就会回归她原本的样子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这个就是我讲第一点 就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打开宗教信以后 第一件事情要体会到 我们在内心里要体会到 什么对我们是真实的 什么不是真实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要体会的是 因为你知道内心有什么是真实 有什么不是真实 然后第二点你就要感受到 真实的接触真实的东西 对你的生命有一种提升的力量 对你的生命有一种提升的力量 这个才会是真实 就是你不要说嘴巴真实 嘴巴讲这个是真实 这个对我很重要 就是真实 可是它对你没有提升的力量 什么叫有提升的力量 就是你突然问我 什么是提升力量 我有点难讲 就是整个人内在有力气出来了 不是 而且那个力气是由内而外的 不是说为了表现给别人看 就是你内在就有个力量 就提起来 就好像你吸了一口气 就会让你好像多了一个力量一样 就是某一件事情会让你有产生力量 做某一件事情就是让你没有力量 因为那个不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 但就是这个是要 这个是要你到你生活 实际的生活当中自己去做检验 不能够提升你生活力量 或者提升你内在力量的东西 不要待太久 不要在那个地方待太久 这什么意思 我举我一个学生 我举我一个学生例子 我这学生就是知道我每一年 夏天要去日本出差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我去日本出差 然后他就配合我去出差的时间 然后就说 老师你出差结束以后会不会在日本 我通常出差的事情做完 可能就会在日本再多待个两三天 在东京稍微再去几个我想去的地方 然后他就说 老师那个时候我就跟你去会合 每一年都有这样几个学生 五六个四五个 我们就会在日本会在那边一起 我带他们因为我日本去了 每一年都要去出差一到两次 所以这么二十年下来 已经去了快四十次了 所以我东京很熟 然后就好 那我就带他去玩 那他也带我去 他从前也来过 他也带我去他比较喜欢去的地方 然后聊天就聊到他 十年前的一个失恋的回忆 然后他带我去吃 到一个面店去吃面 那就是十年前他女朋友 跟他一起在那边吃过面的地方 好 我就 我就很严肃的跟他说 很严肃 我平常就是因为人家 人家来牺牲他休闲的时间来听你上课 到你私俗来上课 我们当然是比较平等的关系 彼此磕磕磕磕磕磕 只要机会教育 我就板起面孔 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 嬷嬷 你今天如果是 你上个月失恋 或者说你半年前失恋 或者你去年失恋好了 你放不下 你一直挂念 你一直陷在一种 忧郁的感受当中 好 那今天老师陪你喝一杯 喝到最为止 我陪你喝一杯 喝到最为止 我让你把那个气抒发掉 我们喝完酒 我帮你 我们去唱歌 大声地唱歌 把那个气宣泄掉 把那个郁闷之气宣泄掉 宣泄掉以后 你有新的力量 你不会被那个东西堵住 新的力量出不来 你把那个东西揭开 这个新的力量就出来了 我说但是 你这个东西累积了十年 到现在你还带有一种 放不下的这种感情 我说这个东西 我说你这个 你这个暗伤 你这个内伤搞了十年 你这十年绝对混不好 这十年的确是 别人生上去 他没生上去 别人加薪加的比他多 我说你 你就是你 要好好自己检讨 这个东西放不下 成为你生活上 力量出不来一个 最大的阻碍 成为最大的阻碍 你就是单逆在 那个失恋的感受当中 单逆 他是故意待在里面 不出来的 我讲难听点 他是故意待在里面 不出来 这不可以 人不可以 因为那个 待在里面好像 有一种回忆 有一种 有一种 有种情怀 有一种象征 我对这个感情 还是抱有依恋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那个东西 会阻碍你内在的力量 你会把你 心的生机也会挡住 不要 读易经的人 就是要让生机畅通 不可以把那个生机挡住 这是第二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千万不要让任何 不要单逆在任何一个事情上 然后因为单逆在里面 你那个心的生机出不来 任何事情 我讲的是任何事情 哪怕 哪怕是什么 我讲个最极端的 我讲个最极端 你说慈悲心 慈悲心好不好 慈悲心好 慈悲心不错 当然每个人都说慈悲很好 我有个同事 真的很慈悲 他要是看到路上 有人卖玉兰花的 一定买 一定买 哪怕不需要 也定买 看到路上有个 比较就是 行企的人 一定套钱 心肠很软 但是 我有一次忍不住 我想跟他 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跟他说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乞丐 然后我们想要 资助他一点钱 其实我们内心 为的是什么 请问你内心 为的是什么 如果没有为什么 我说没有 其实你内心 你那个同情的背后 其实你有一个期待 一定有一个期待 什么期待 不是期待对方 感谢我们 那是期待什么 期待对方 可以不要再这样子了 能够希望对方 能够因为你的帮助 以及其他所有人帮 能够脱离 这个 刑起的 这个生活的情况 这一定是你 很自然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 比较不堪的状态 每个人都看不下去 所以我们帮助你 其实背后隐含着一个期待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 离开你现在这个状态 可是这位乞丐老板 在这个地盘上已经好几年了 而且看来收获不小 看来他想要把它当作置业 当作终身置业 因为这里面投入一点点 报酬还不小 你对他的这个 就是我们说不要说施舍 你对他这个施语 你对他这个施语 是让他更加坚定的 想要待在这个状态里面 那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在帮助他 还是在害他 你到底是在帮助他提升 还是在帮助他沉沦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要想到这个问题 偶尔我今天给你 下礼拜看到你又给你 发觉过下个月 你已经不在这里 心里很开心 也许你因为短暂的困难 你得到一个帮助 让你离开那个状态 就不是我怎么给你 你就在那个地方越准时 越勤劳来 就是你越想待在那个状态 这个就不对 一定是有什么地方误会了 这个就是你 其实讲难听点 其实是你 你的那个慈悲心 没有提升的力量 你的慈悲心 没有提升的力量 没有提升力量的慈悲心 不是好的慈悲心 所以我就讲这第二点 就是我们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提升力量 无论是对我们内在 有提升力量 或者对他人 产生提升力量 这个很重要 第一个是我们要感受到 内在的真实 第二个我们要感受到 有提升的力量 要感受到有提升力量 第三点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学义经学到后来 也要感受到我们这辈子 生命的使命在什么地方 使命 这个使命可以说是我 整个读义经读到后来 我体会最深的一个东西 就是使命 人生到最后 你会觉得 我人生有没有意义 我人生来这一招 到底是为了什么 解答就是 你找到你的使命没有 你找到你生命的使命没有 当我每一次这样说 所有学生都会说 老师 那什么叫使命 第二个就是 我如何找到我的使命 使命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讲 最简单的方式来讲 什么叫使命 使命就是你人生的目标 你真正该走的方向 你真正该走的道路 那就是你的使命 我如果 好 我把它分做四个 四个东西来讲 这是 不好意思 因为我已经只剩下十分钟 但是 你给我十分钟 我把这个事情稍微解释一下 我用四个角度来讲 使命 就是目标 方向 道路 道路就是要具体的一条路 目标 方向就是一个倾向 它可以不必 就这三条路 都是属于同一个方向 这是 再来 这更具体就是一个道路 就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道路 再来 能力 你从这四个方向 再讲一次 就是目标 方向 道路 跟能力 结合这四个东西 我们要找到我们生命的使命 是什么 我们生命要找到 我生命的目标在哪里 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 好 那这个 有目标就会有方向 因为目标在这里 在那里 方向就不一样 有目标就会有方向 那你就 不要把你的时间 浪费在不同方向上 但有目标 我不一定知道 具体的路径在哪里 比如说我要去爬那个玉山 山头我看到 有目标 方向我有了 因为山头在这里 所以我这个方向 就是这个方向 可是到底是哪一条路 眼前有这条路 这条路 哪一条路 不知道 这个要生命去历练 老天给我们 八十年的时间 就是要我们去历练一下 方向要对 但是刚开始 道路可能不对 没关系 道路不对 在过程当中 我们再调整 过程边走边调整 反正只要方向对 就不会走太远 你不会说 我朝这边走 结果到了那边山头 不会 这叫南辕北侧 不会发生 方向要对 然后方向对 意思就是 你要节约你的能量 要把你的能量 用在这一个方向上 你固然不会是用 最少的付出 达到目标 但是你可以 比较节约这个能量 好 那你就再来 再到生命 再到另外一个境界 你就要找到道路 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 找到那条道路 你就是勇敢的走下去 走下去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断的累积各种能力 因为你生命一定会提升 就是那第二个 你一定有提升的力量 你只要你内在有真实的东西 你就一定可以有提升力量 有提升力量 你就会不断累积能力上去 你没有提升力量 都是这边摸摸 那边碰碰 那都是摸完碰完 就又变成身外之物了 你这个目标 是你身内之物 就是跟你的生命 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你人生的使命 到最后你又发觉 你在走这个 人生使命的道路上的时候 你会不断累积 各种能力在上面 原来不会讲话了 现在比较懂得讲话了 原来不会的技能 现在也知道 那边技能要去加强 你会不断地累积这个能力 你就是 你说我人生 有没有找到我的目标 你就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说 可是老师 你说那个山头 我真的 我也不晓得 我人生要去哪一个山头 这个倒是 倒是一个问题 我现在在高雄开课 有一个学生 就是这样跟我讲 他说老师 我现在工作不错 收入不错 有老婆 有小孩 有车子 有房子 但我就是觉得我生命没有目标 我就是觉得好像生命隐隐然当中 有一种不安 有一种不知道要去哪里 就是去玩 玩得也不是很投入很开心 然后工作 反正工作都很顺利 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还就是好像人生不晓 那个目标到底应该定在什么地方 这个老师说 因为每一个人要去的那个山头不一样 所以我很难告诉你说 你的山头在哪里 当然某一种程度 我们可以透过补挂的方式 稍微可以知道 你的山头应该在这一边的方向上 你可以在这一边方向上去寻找 你人生的那个目标跟方向 也许可以 可以用补挂的方式帮助 可是没有办法明确告诉你 是哪一个山头 那这样就是说 我就跟他说 我到底可以用补挂的方式 我们讨论一下 就是反省自己的这样补几个挂 我们可以确认 那个大致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尝试地去做一些事情 看能不能够在那个事情上 得到提升的力量 如果你在做那个事情上 很容易很快就得到一个 内在提升跟改变的力量 因为提升力量就会造成你的改变 一定的 我们提升就是成长 成长就是你一定有一些地方会改变 如果你一直走在这路上 也没提升 也没改变 一直是原来那个样子 那这个也不会是 这个也不会是你真正使命的道路 它一定有提升 有成长 那我们就是先设定几个实验性的路 最少一定要做 一定要下去做三个月以上 你不能说我做两个礼拜 不行 至少三个月 能做半年最好 那每一个尝试最少就是三个月 因为我们一个挂 一个挂的时程 大概就是三个月 我们至少三个月 才能够产生一些改变的力量出来 如果三个月之后 我发觉 对哦 这个路不错哦 好 那我们就继续走 或者相关的 我们稍微相关的东西 在旁边再换一个 看一看 这样子可以慢慢地 花个大概一年的时间 也许可以 慢慢让你感受到 我生命的 原来我生命的目标 不要在这个地方 或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代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有生命的目标 不要 而且那目标是内在的目标 那个目标不是为了 让你赚到更多的钱 但是如果那个目标 是真的你的目标的话 常常 功名利路也就在里面 你不会 如果是真的你生命的目标的话 你不会在里面赚不到钱 你不会在里面三餐不济 不会 真的不会 老天会照顾 有生命目标的人 真的 这个叫命 我差点要回头去 黑白鞋 习惯动作 这个叫做命 使命 就是我们常常讲说 哎呀 要认命 各位同学 认命不是说 这就是我的命 认了算了 不是 大家非常积极地 看认命这两个字 认命就是认出 你的使命是什么 这个才叫做认命 认出来 那个认是认出来 就是你要找到 你要知道 然后知道以后 你还要有方向 还要找到道路 然后在道路走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让自己得到提升 跟得到能力 所以我说鼓励大家都认命 鼓励大家都认命 就认命就是 找到你的使命 那找到使命有什么好处 我简单讲一点 找到使命就是说 同样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你的使命 跟不是你的使命 差别在哪里 如果这个事情是你的使命 我跟你讲 你走在你的使命的道路上的时候 如果别人说 哎呦 这个路好辛苦 你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因为它是你生命的使命 它就自然地对你感受 不会那么辛苦 还有 如果这是你的生命的使命 我们就走在一些路上 总难免有顺境 有逆境 有困难的时候 有得到贵人的时候 有顺境 有逆境 我跟你讲 你如果 这是你的生命道路 你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不会怨天有人 你也不会怀疑自己 你会觉得呢 你会觉得说 这可能是老天 要透过这个困难 让我学会 我本来不会的事情 你会这样看这个事情 你会把它看成 老天是透过 因为人在顺境当中 不会学习 人只有在逆境当中 会学习 所以老天是要 透过这个困难 透过这个逆境 让你学会能力 这如果是你的使命 你会很自然这样想 如果不是你的使命 你就说 哎呀 这个 这个我运气不好 或者说 遇到人不对 这是小人 遇到小人 小人来背后阻挠我 让我产生很多烦恼 如果不是你的使命 你可能会 朝那个方向去解释 如果是你的使命 你会认真地面对它 然后觉得 它是要来教你的 它不是你的敌人 它是要来教你的 所以你其实 你可以比较容易地 度过这个困难 这个就是 当然度过这个困难以后 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 你走在你的生命的 道路上的时候 每一步 每往前跨一步 你就会有个提升感 你就会有一个意义感 如果不是在你的生命道路上 你就是觉得日复一日 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生活 这个就是 找到你的使命 跟没有找到你的使命 最大的差别 那我们学习经 学到后来 就是要学这三件事情 我再整理一下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在你内心里面 第二个 你要感受到 内在有成长 你要感受到 自己有一个提升的力量 第三个 就是到最后 你应该在 五十几岁 六十几岁的时候 找到你生命的使命 没办法太年轻找到 没办法太年轻找到 但是当你找到使命的时候 你会发觉 过去所走的路 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 没有 当你找到使命的时候 你会说 我前面都白走 不会 不会 使命的路就是 会让你的人生 整个圆满起来 这条路会过去 你过去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无论走对走错 都有它的意义 都显现出它的意义 这样你那个最后那个使命 会完成你整个人生 好 这就是我就最后 做这样来结论 这三点来做 我们独一经最后的 能够获得的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演讲 就到这个地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